那小伙伴们 我又回到这里来了 我那个时候在这里转了一圈 就不让我走这条路 而且我感觉我鬼打墙了 我感觉前面没有路 所以我又绕了一圈 结果果然这个路是错的 太诡异了 好诡异的一件事情 这边太前面了 哎呦 到武当山了 我先去吃个饭 然后给大家讲一个诡异的故事 找一个细细的铁丝扎在前面也可以 我晕我昨天摔那一跤 把这个踏板都摔出来了 刚刚他们才帮我发现 这车以后他这还有个罗帽应该哦 对对对对 我现在去找个绣礼库 否则我这么大条 在路上他掉了 哇 今天又认识了好多摩友 在这个武当山正上面的入口 大家好 我是小黑兔 今天是2024年的9月19号 我又遇到了一群摩友小伙伴 大家一起打了卡 拍了照 还帮我看到了我摩托车危险的地方 还有这位景区的小哥哥 哇 又是新的一天 我昨天还没有在武当山后山修仙成功 今天安全的来到了正门 武当山一道三门 还有他们的紫金店金岭道家顺地 我现在才发现 昨天我已经在武当山里面驰骋过了 和我的小绿 那我今天就不进去了 因为我看了一下他整个的风景 跟我之前走过的没有什么不一样 关键是我已经在武当山的群山当中 已经感受过了昨天晚上特别有趣又神奇的经历 只是没有亲眼看到他山巒的那种 细显的俊美之感吧 但这种感觉还有昨天晚上 湖北省110的小哥哥们来营救我的事情 其实这一个故事已经胜过了很多风景的美丽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啊下一个 故地地走 武当山这里没有配件 他用铁丝帮我搭一搭房子 到下一个正式修理部的时候不出事情就好 这是那个武当山景区管理的小哥哥让我到这里来的 好谢谢 我去还好那几个摩油小伙伴发现了 不然的话走到一半我踏板掉了 那得多吓人啊 不知道是昨天什么时候掉的 是不是摔了一下掉的呢 知道 弄好了 他没有配件他用螺丝给我弄了 螺丝也可以啊 回来跟你说声谢谢的 然后你刚刚不是拍了我们很多照片是吗 对 我加一下你微信吧 谢谢认识你们湖北好多朋友 我刚才都都是好市民 小元再见拜拜 江湖再见 看见 看见 这 我 我 这 我